大家好 大家看到在我們背後有兩位 一個是 那個陳穆寬醫師 是 現在我們的耳鼻喉科醫學會的會長 那也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院長 那還有我們背後另外是新北市 新北市 現在的醫師公會理事長周慶明 那感謝他們也來發動這一屆 當然有很多團體 那他們現在是 站出來的 那感謝他們的鄉庭 那320位的耳鼻喉 科醫師投入社區的篩檢工作 共同抗疫 那共同守護臺灣 首先要感謝我們這個政府在 這段抗疫時間 對我們 意見以及全民的健康 做最後的 最好的一個保護 那我們也知道在疫情慢慢升溫 的時候 我想社區的篩檢站 相對也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 臺灣耳鼻喉科技投影外科醫學會 我們在 禮拜六的分列11點 發起的耳鼻喉科醫師 支援第一線的醫護 投入社區篩檢站的一個活動 那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 就有320位耳鼻喉科的鑽科醫師 而且都是基層的診所醫師來相挺 那因為我們知道耳鼻喉科醫師長期就照顧我們呼吸道的一個患者 所以在這方面可以說是有相當的專業性 那在醫學中心裡面 那我們也做好我們這個地線防護的工作 但是我們也在這個地方呼籲 如果說有一些比較輕症的 可以到我們的社區篩檢站 那我們耳鼻喉科醫師他們是自願的投入 而且 問卷的回收率 包括達94%的醫師 願意主動來投入 那我們在醫學中心裡面的耳鼻喉科醫師呢 也盡我們的本分工作 譬如說我跟這個 2003年的SARS比較起來 我們這次 就是在醫院主 譬如我們 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有 1,062位醫師 目前沒有一個人感覺到說 這個退卻或者請假等等的 我想對我們的中央政府的這個防疫 相當的有信心 那我們也想藉由耳鼻喉科醫學會的這種發起的 這種各個學會跟各個公會 全力支持我們的政府 來抗議 發揮神而不回的精神 同島一命 共同抗議 作為我們所有臺灣人民的 第一線的守護者 疫情這麼嚴峻的時間 其實在我們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在過去一年以來 不斷的召開全國性的防疫的應變會議 協助全國5萬2千位醫師 不管在醫院 還是在診所 都能帶領醫療團隊 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專業 協助政府做好防疫的工作 我們非常感謝在醫院 及團隊提供給病人高品質的醫療 也特別感謝我們社區的診所 守護社區 也守住了幾次可能會形成 社區感染的一個缺口 那當然這一次 整個疫情更嚴峻的時候 基層的醫師其實 已經勇敢的跳出來 因為我們有滿滿的熱情 我們有共赴國難的決心 也我們有豐富的專業學經歷 無論在平常守護社區民眾的健康 還有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勇敢同入防疫的戰場 我們一無反顧 那當然在整個防疫的過程裡面 醫院其實這一塊 現在目前的醫療負荷已經非常的沉重 我們希望也期盼我們基層的診所的醫師 能夠勇敢的站出來 所以在經過我們 醫師全聯會 還有各地方的工會 還有各相關的 基層醫療的協會 大家共同討論出來的一些共識 我們希望能夠幫政府做更多的事情 在那個圖卡上面有寫 那當然第一個我講的要報告的內容 就是說 在整個 基層醫療的醫師的 陣容裡面 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清楚 我這邊跟大家做報告 在新北市我們做過了一個問卷調查 所有基層的醫師 有88.3%是經過醫學中心訓練出來的 那有10.7%是社區醫院 所以兩個加起來大概有99%的基層的醫師 是有 區域醫院級以上訓練出來的專科醫師 我們的學進力都非常的豐富 那在學歷方面 其實在博士有5% 在碩士有15.3% 加起來有21% 那至於說在教職方面 其實在教授 部教授助理教授的等級 我們有7.2% 在講師其實有13.9% 加起來有21.1%的比例 所以大家對基層醫療的醫師 要充滿了信心 我們也有專業的知識來 幫大家來做最好的社區的服務 第二個就是我們準備要來投入 防疫的工作有幾項 我們跟 人民跟部長做報告 第一個當然我們要加入的 就是我們剛剛 牧安理事長提到的社區採檢站 因為 各地其實需要採檢的病人越來越多 那醫院設計的採檢站其實 可能還要需要再更多的採檢站來加入 那當然 診所的醫師一不容辭 願意站出來 第二個就是在COVID疫苗的 COVID-19疫苗的這個注射方面 那全台灣有2300萬人 那如果要形成集體的防護力 應該要達到至少670%的民眾 那670%的話大概也可能算起來大概有1500萬 那如果每個人打兩劑 他可能就要需要3000萬劑的疫苗注射 那當然這一塊就需要更多的診所 來加入 在他的 就醫可盡性方面 醫院其實可以提供很大的服務 那第三個呢 就是在集中檢疫所 還有這個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民眾 的一個通訊診療 還有他的照護的工作 我們這邊也募集 需要招募更多的基層的醫師來幫忙 那當然 整個醫院降載以後 民眾原有的預防保健 急慢性病的醫療 需求仍然是持續的在增加 除了通訊診療以外 我們如何發揮社區診所 究竟協助提供全人醫療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三點就是我們 基層醫療在這一塊 我們提出來 能夠積極的來投入 這麼嚴峻的防疫的行列 我們非常高興 那我們的基層也一起 就是跳出來 來建社會 責任 共同來抗疫 大家知道在這樣的大量的病患的時候 保全醫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怎麼樣醫院能夠提供我們一個基本的 醫療照顧的量能 那也要再照顧到 COVID-19的病人 他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繁重的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這個時候 如果醫界能夠全員動起來 就好像周理事長剛才講的 可以支援的業務 社區篩檢站 能夠在這邊能夠篩檢 那一方面也避免到 醫療院所裡面造成的一個感染的可能性 那第二個也可以大幅 減低了各個醫院的急診室的一個壓力 那他能夠更廣泛對有症狀的人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多的篩檢站 那有需要的 有接觸的 可能的 或者是有症狀的 都可以及時的來篩檢 篩檢的效率提高 那當然 對於傳播鏈的阻斷 就一定有他的一個功能跟效果在